其實阿吉導演一開始是跟雅令州導演一起拍攝《奇蹟的夏天》 是一部紀錄片 那到了二零零二零一二年之後才開始推出了劇情片 那之後也有跟台北工廠拍攝了短片 所以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一路以來就是嘗試過這麼多不同的類型 就一路以來的創作心情是什麼樣了 其實過去你在學電影的時候就其實沒有分類型 你每個類型都會接觸 不管是紀錄片 不管是劇情片 那坦白說拍劇情片它相對需要多一點的資源 然後所以很容易的你就會從紀錄片作為一個說故事的開始 對 那坦白說從紀錄片裡頭你得到了很多 很多養分 你學習到如何觀察人 如何找到自己的觀點 述說一個事件 對 那所以可是在紀錄片一直從奇蹟的夏天 或者是自己拍很多紀錄短片 一直拍逆光飛翔的主角黃玉祥的紀錄片 其實那時候我有一個特別的感觸 因為我覺得就是最美好的畫面它沒有留在紀錄片裡 沒有在膠卷裡 對 它就是在你的腦海裡 對 那我後來就把腦海的那個印象把它畫成文字 變成情節 寫成故事 是 就變成逆光飛翔 之前有一部短片叫天黑 天黑它其實就是融合紀錄 融合劇情的一個短片的創作 對 也因為有那個短片的創作 後來有了逆光飛翔 那也就是我剛說的就是 就我覺得最美好的畫面真的是稍重疾世 可是那畫面會停留在你的腦海裡頭 那它會發酵 所以它會發酵的是 它會 因為你一次一次的說 它可能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詮釋 對 那這些可能都讓故事更豐富了一些 或者讓它更增添了不一樣的精彩 對 所以我就覺得那劇情片可以是一個 是一個不一樣的嘗試的路 對 所以就慢慢的轉換跑道 那從紀錄片跨越到劇情片這樣的一個領域 是 那所以就是對阿極導演來說 共犯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作品呢 你的人生中的第二部非常不一樣的嘗試的劇情長片 因為其實過去喜歡看推理懸疑的 不管是影集或者是電影 電影 對 所以就其實也很嚮往自己可以有一部類似的作品 類似的作品 當初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就很吸引我 對 就是剛提到的 就是同樣以青少年為題 那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形式的表現 也許我們同樣在說的還是 就是探討 每個不同的角色 他們希望得到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溫暖的可求 溫暖的牆 對 那只是在說這個故事的過程中用了一個不一樣的類型 那透過這樣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就是會讓你一步一步的進入故事 然後會讓你想要理解角色 會想要讓你了解接下來角色的下一步會往哪走 對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引人入勝 非常吸引人的一個方式 對 那對我而言它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對 就是我從來不喜歡把自己定位成是一個什麼樣的導演 我覺得我還在 坦白說我摸索學習的階段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多方類型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或者是自己想要嘗試挑戰的一個方式 對 阿吉導演還在摸索的過程當中 但是我們剛剛也談到說 你已經其實已經選定了下一部作品的原型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在籌備中的下一部作品 叫做《思家偵探》 那《思家偵探》是由紀衛蘭老師寫的一本小說 改編了一個電影劇本 對 那我很喜歡它裡頭對於角色塑造的那種黑色幽默的感覺 那它是一個純然的成人世界的推理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是很好的下一步的不一樣的成長 就完全是跟既共犯之後還是一樣是懸疑的這個類型 但是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 它是一個對 全新的一個不同的領域 可以從學生跨越到成人世界 成人世界裡面 那今天非常感謝阿極島嶼幫我們分享共犯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